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欣 阿欣現在就向我們珠海的情侶路邊 我旁邊就是這個珠海市區裡少有的別墅 就是叫城市東岸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看這個項目 它位置其實都蠻好的 因為旁邊就是中大的五軟 然後這裡就是珠海的山中 對面就是海天公園 以及我們的沙灘 位置也是很便利 門口就是主幹道 在市區少有別墅的前提下 這個現樓的別墅其實都是非常稀缺的 而且它的總價來說 算起來單價就跟周邊的住宅是差不多的 別墅價買住宅 我們進去看看 是為了 是為了 那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嗎 是為了 是為了 我可以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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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一樓會看到入門的細花園 然後紫武門進來 這套樣板房現在是帶了所有精裝全屋的傢俬家電 拿包入住2100萬 所有細節我們都可以看得很清晰 包括門鎖各方面全部都是耶魯的牌子 剛剛所有門窗推一推很厚重 還有這個護形的話它是裝好電梯的層數比較多 這個就是保姆間 這麼大的別墅不可能自己教衛生 這個就是我們的保姆工作間 我們進來看看裡面的情況 這裡就是我們的電梯位 這邊就是其中的一間客房 它這套裝得很古色很香 對 它有少許中式的底蘊在這裡 我覺得應該入門的鞋櫃就裝在外面 因為一進來的話其實這裡沒有如流鞋櫃的位置 這邊就放了一些類似於裝飾的展示架櫃 鞋櫃應該就要放在外面 外面換完鞋再進來 或者是在地下停車庫 因為它下面是有地下停車庫連通 我覺得是可以停到三部車的地下停車庫 待會我們下去看看 這裡是公位部分 下面的是地下室 然後這裡其實的話 這個空間是作為一個休息區 然後長輩房在這一邊 其實這個設計因為它已經是現樓有一定的時間 都挺久的 所以它的設計其實初初我也不太理解 因為跟我們目前現有的新式的別墅設計不一樣 我們一進去一樓是大廳 飯廳 是的 廚房 二樓到上面樓上才是休息區 但是這個別墅設計完全不同了 這個樣板家就完全不同了的設計 等一下帶大家上去一一這樣了解一下 顛覆了我們的一個傳統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是其他的單位的話 它是無坯的 無坯你自己可以怎樣裝都可以了 只是這個樣板家就裝好了 這間是長輩房 長輩房可以看到各方面 而且這間長輩房的話 有個最大的特色就是 我們這裡有一個超大大平台 其實這個位置外面就是海邊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一個景觀 但是因為一樓的位置 其實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馬路 其實是在我們的下方 所以地下室才是跟馬路似平的 我們現在一樓是比較高了 算是二樓 哇 它這個地下室的樓梯很多層 好像兩層樓那麼高 哇 一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隱藏的小驚喜 是不是黑貓貓的 這是一個地窖來的 走的 喝兩杯 我們現在來看看整個地下室 地下室它的挑高就會高一點 會顯得比較舒適 這個地下室也很特別 是一個回客區 現在很講究 上了一個中式的設計 有一種大氣的韻味在裡面 全屋的這個紅木 哇 這個地下室 我覺得很適合我爸爸的那一杯 是嗎 很有那種年代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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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年代感 還有還有那種 即是 一些 怎樣說呢 寫字書法 這些東西 對 有一種安 即是給人一種平時很安靜 那種煉智 在這裡彈一下古增 修心養成的感覺 這個地下室的話 也有一個很大的採缸井在這裡 其實它別墅 這樣一看 這個別墅區 它的景觀露台是很多 你看到那邊的高層 雖然是全埋了 你看看那些露台 超大 我們這裡又有大的天井 又天有地 對 有天有地有花園 你如果喜歡養花草草 可以在下面 然後整個假山流水 全部都OK 因為夠大 而且這個長輩房 又充滿了大的觀景露台 然後樓上全部都是 其實算是浸送空間比較多的 別墅應該有車庫吧 肯定 好 這裡還有一個茶水間 足下站 寫下字 這個地下室我最喜歡 對 我們下面這裡還有 步步高式的幾級樓梯 我到你 這裡就是我們車庫位 可以停到三部車 並排可以停三部車 你到時一回到你家 然後推門回來 換台梯 對 這邊可以作為梯櫃位 各方面 然後你要上房間 或者上去上面其他層數 這裡就直接搭升降機 因為有電梯位 雨樓 如果想在地下室休閒一下 都OK 我們快點上去看看樓上 可以 整個裝修都是一些中式的裝修 它是很有趣的 二樓全部是房間 房間 這邊是我們的兒童房 是一個大套間 這間兒童房OK 陽台也多 兩個 對 看看這個洗手盤 整個洗手台 多麼大 林浴區 馬桶區 全部都設置了 再來看看主人房 整面的落地窗 現在看到黃黃色的就是海了 今天的海平面不漂亮 有一點黃黃色的地方就是海了 我們對面其實是一個海天公園 對面是一個海天公園 還有一個沙灘 所以走出去也很舒服 平時也可以到海風 可以在那裡露營 和小朋友玩 這裏還有一個露台 這間主人房包含了醫務間 大的乾濕分離的衛生間 浴缸 還有一個外露台 整個二樓就被兩間房 刮分了這個面積 還有這些的話 這間養板房也整好新封系統 各方面全部都有 不過我覺得買得起別墅的人 應該都不介意這些 可能他會喜歡自己裝修 有自己的想法 對 有自己的品味 我們目前一共還有六套 都是這個前排的 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們正式的會客區 活動區 飯廳 廚房 客廳 向三樓 對 一般正常應該是一樓向三樓 我覺得三樓作為我們的房間會比較合適 但你知不知為何它會這樣設計 為何 因為現在我們在三樓的廳 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海 哦 景觀 對 景致的問題 整個別墅 我覺得它採取實用為主 它的空間也沒有太多花巧的設計 全部都是很實在的用途 因為你看到它沒有做中空吊頂 各方面都沒有 對 很實用的一個面積 在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廣州大橋 看到日月盃 煙花景 在家裡就可以看到煙花烏煙 它在飯廳部分 你可以擺放到一個多人份的圓桌 一家大小聚餐完全可以 如果想喝茶的話 這個位置還可以選擇一個茶室 如果你不需要這個茶室的話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空間可以用 例如地下室 這裡你可以作為一個西廚的咖啡室 有沒有一個位置 我們整個廚房的面積都是OK的 這邊還有一個公圍 我更加想了解它的天台 看它的景觀 現在就要上去看看 我其實最喜歡它的海景露台 沒有很漂亮 沒有很漂亮 這裡就看到日月盃 房珠很大橋 它用YKK的門窗 真的是一個很正確的選擇 剛剛我們在室內的時候 其實是聽不到有任何的噪音 有風聲 然後我一上到這個海景露台 推開過門之後 你就開始聽到外面的車聲 因為外面的話是一個珠海的主幹道 一個珠海的主幹道 我們整個項目的話 城市東岸都已經是一個燕樓的狀態 你現在看到的都是我們實際的一個樓盤情況 現在正在賣的話 就是我們這個前排還有六套的一個單位 都是345坪至350坪的別墅 除了這間板房 是全屋硬裝 傢俬家電全部包完之外 精裝修膠庫 拿包入住就2100萬 其他的話就是毛皮膠庫 面積都是這個面積段 它就是1700萬至1900萬左右 都是燕樓即買即交 它的一個優勢就是地處市區 還有它可以一望到少少的海景 以及我們是燕樓 旁邊的話又有醫院 又有海灘 又有公園 以及旁邊還有學校周邊的配套 都是現成的非常齊全 如果大家對市區別墅有任何的想法 歡迎快點聯繫我們 下期見 拜拜